这个调Q它这个机器的一个安装 那首先看一下它配备的一些东西啊 一个导光臂的一个箱子 那里面有很多的细小布架 还有我们的Lodo 包括眼镜脚踏和电源线 那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导光臂给它装上去 在装的时候导光臂这个上面它都是有盖子的 为了防止这个灰尘进到晶片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盖子给它取掉 那取掉之后 我们这个机器上面它也是有一个盖子的 把这个盖子也给它取下 双手拿着这个导光臂 把它装进去 那么装的时候这个导光臂这里它是有一个螺丝的 我们这个螺丝我们需要给它先扭出来一点 那再以垂直的角度把这个导光臂给它装进去 在装这一部分的时候 它是比较难装的一个部位 所以我们需要多次尝试 那这样装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螺丝钉再给它扭进去 那这时候呢 这个导光臂它是没有重量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找一个猪手来帮我们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重锤哈 这个重锤它是比较重的 这个重锤呢它是分上下的 上面有一个孔这个部位 它是一个上的部位 那我们把这个钉子在它上的这个部位装进去 这个重锤扭的时候一定要扭紧 它上面同时也有一个螺丝钉 我们先把这个螺丝钉给它取下来 那装的时候 那装的时候 先把重锤对准这个孔 把螺丝钉穿进去 让它稍微露出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钉子扭进去 当你扭到上面钉子扭不动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把上面钉子按住 扭下面这个重锤 好 这时候就扭紧了 那么扭紧之后就可以放手了 那放手之后 这个导光壁就有了平衡感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气管给它插上去 这个气管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 它会吹气 那我开机之后 它吹气就是防止灰尘进入到晶片里面去 那我们看一下 它配的一个头子 这台仪器它配两个头子 一个是这个我们激光用的 最常用的一个头子 激光头 那还配了一个黑脸娃娃的一个头子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 这个上面它同样也有一个盖子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盖子给它扭掉 扭掉之后 在安装的时候 我们这一截儿导光壁 这个东西 这里是可以 这个关节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说我们装的时候 只需要活动这个关节就好了 那我们在取的时候 同样的啊 需要取的部位是这一整截 如果说我们需要换这个黑脸娃娃的头子的话 就把这一整截取下来 把黑脸娃娃头子扭上就可以了 那么装好这个头子之后 我们把这个气管给它插上去 那这时候这个导光壁就已经装好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这里啊 有一个脚踏板 我们先把这个脚踏装上去 脚踏板它安装是在这个机器的后面 那这个脚踏它是一个四孔的 上面有一个缺口 那这个孔它最上面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装的时候 孔对孔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把这个钉子扭紧就好了 那么扭紧之后 把这个电源线连上 这里有个电源线 把这个电源线连上 电源线下面是保险丝 装保险丝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哪天保险丝坏了的话 可以把它打开 把保险丝换一下 那么连上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啊 后面它有三个孔 这三个孔 这个孔它是一个进水孔 这是一个溢水孔 这是放水孔 我们这台仪器在开机之前是需要加水的 那我们加水 水的话最好是加纯净水 一个月换一次 那加水的时候呢 我们是配备这个漏斗的 这个漏斗 我们只需要把 加水的时候 把这个注水孔 跟溢水孔的这个黑色的皮塞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管子给它插进去 那从漏斗里面开始加水 加到这个溢水孔 开始往外吐水的时候 就表明里面这个机箱已经加满水了 那么一台机器 大概加水的话 需要六升左右 等加完水之后 我们取漏斗的时候 需要先把这个黑皮塞给它推进去 再把漏斗拔出来 那么加完水之后啊 这两个黑皮塞 我们不需要再塞上去了 你在运作的时候 这个机器是不需要堵上的 如果说我们需要运输的话 那就把这个放水孔打开 把水放干净之后 把黑皮塞再给它塞上就好了 那正常使用的时候 这个黑皮塞 我们是不用的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有两个眼镜啊 一个眼镜是我们操作人员戴的 那一个是顾客戴的眼镜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尽量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那我们这个重锤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平衡我们这个导光臂的 那我们开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进入这个页面之后 就表示我们这个机器 已经安装成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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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